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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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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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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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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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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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看这样子好像是没有人 进去 走 真的没有人 这还真不错啊 门口还有个小院子呢 长安 我们不用盖房子了 长安 我们有家了 我们下期的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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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可别吓我呀 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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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晕倒了你知道吗 我就突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喜乐 我还是带你回程寿堂看病吧 那得走好多天哪 回中原都路太远了 看病要紧 喜乐 你不能再这么吓我了知道吗 不行 你出去又会被认出来 到时候又会被卷进很多波这里 你别忘了 我可是真正的武林盟主 也对 怎么样了大夫 恭喜二位 怎么了 有喜了 有喜了 喜乐 是个愿了 大夫 大夫 你这有喜了也能突然晕倒是吗 不能 不能 再拔一下 现在我只能拔出来它有喜 拔成这姑娘有别的病吧 那是什么病啊 现在没发作 拔不出来 行了 大夫 她现在发病了 怎么样了大夫 从脉象上来看 她刚刚晕过去 大夫 这个用眼睛就能看得出来的 喜乐的病情慢慢严重了 在长寿堂 我都忘了有多长时间 一直用药条理 直到银子花完 却没有看到任何气色 我要回家去 喜乐 我要带你去长安 去宫里找师哥 你记不记得师哥 他已经是太子了 宫里有太医 肯定能治好你的 喜乐 歇会吧 吃饭了 给我 来 来 那边 我现在真享福啊 都是现成的了 你说 她应该叫什么名字啊 要是女孩的话 我打算叫她喜乐 哪有好名字一直用的呀 到最后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也对 除非 只剩下一个 你瞎说什么呢 我们还剩多少银子啊 还剩不少呢 放心吧 你怎么了 我先扶你到屋子里面休息一会儿 喜乐 你怎么了 我可能真的 我可能真的要生了 要生了 你快去隔壁村 找先生婆 好 好 哎呀 不行啊 天黑了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 我怕 那好 我骑小匾去 很快就回来 你放心 这把剑就留在你身边啊 等我回来 等我回来 干嘛 我去了 我没起来 是我 你 我走 我走 起了 这是难逃的 喜乐死后 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间房子 喜乐让我很为难 在他看到我的那些日子里 我始终没有为任何事情痛不愈生 可是在他看不到的日子里 我想杀了小绵 同时也把自己杀了 可是不行 因为喜乐给我留下了一个包袱 让我不得不继续在这愚蠢的世界里生存 喜乐 我们什么时候成婚啊 他答应你了 你娶他吧 不和你呢 咱们什么时候成婚 现在不行 为什么 你是怕你现在答应了 到了长安之后 你又遇到了如意郎君 然后后悔对不对 不是 我是觉得 你都没有送过我礼物 人家哪能那么随随便便就答应你啊 那还不简单吗 我把小扁送给你 小扁 我们就决定租你了 小扁 我们很有缘哦 你就放心跟着我吧 这本来就是我的 不是 他是驿站老板的 那我不还了信不信啊 我跟小扁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了 产生感情了信不信啊 这样啊 生气了 我的意思是 我们要一起有一个目标 然后一起完成这个目标以后才成婚 不像现在这样 连去长安干什么都不知道 就先成婚了 好 当我们知道去长安干什么以后 我们可以找一个漂亮的地方 有花有草衣食无忧 再盖一个大房子 好 那个时候我就一定和你成婚 怎么回事啊 他睡着了 他睡着了 这样不行啊 这样他会成为我们一路的累赘的 反正今天天色已晚了 我来决定 我们就先休息 明天再说 你们是什么人啊 我 叫婉佣 婉佣 婉包龙 他胆了 今天想给你 石燃熊 比划比划 切磋一小巫医 他叫长安 你认错人了 他叫长安 这哪里这么个小丝门 撒谎掉皮了呢 就在这里 还没有谁能把我给录了 比武 好啊 安爹发明了那个套路 就必须得时间 可你想啊 连个小木头棍都没有 这是不是起飞了点儿 没关系 反正我还没有学到用兵器呢 徒手吧 说实话呢 我就真想赢你啊 你要这么说 那我还就不客气了 来 读书 你先让你身边的人 往后退退 免得 让我伤着 那怎么行 我跟你说啊 所谓的婉佬归衣 就必须是这么大些音 一块石 我才能发出这个招来 叫我一个音 使不了这个绝招 你这么快就用绝招啊 喜乐 嗯 牵着小匾 往后退退 嗯 哎 你小心啊 满龙回家 真音啊 趁人看傻掉的时候 吓到手 那六个标 非常整齐 按照位置来判断 应该是我的头 颈 心 肝 膝 膝盖 真的很 最毒的就是那最后一标 居然朝着我的四处而来 真是想让我断子绝孙呢 你 小心啊 哥 你怎么能自尽 嗯 好悬呢 差点扎进去 该轮到我了吧 哈 你别 哼 我看没有这个标了吧 没有 哪个箭啊 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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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毒 曦 喜遇哄哗哗 你不是说比武吗 为什么还要用毒啊 我想给你交个朋友 肥酸你已经换服了 肥炎酸你也已经跟命 就成案了 但是 弄不弄成案 你是这个嚼户说了饭 你 你想我们怎么样 你也不用那么急 这个毒液发作得很慢 只有那两人给我去趟组成 这个解约只有我们游创山庄才有 我保证那么有事 快点 成啊 成啊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你快去拿解药啊 还有小品何时才能到山庄 来 赶紧给它挂下去 嘴多一哭 看你定见效果 嗯 醒啦 这要真好使 好好 我刚才口太渴了 就把它全喝了 哎呦 没事 没事 别说啊 就这个东西 带强活赏 他千万得这个五万两银子了吧 别说了 为了交往两个伙计啊 你就把它天天到旧还能怎么滴啊 哦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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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醒了 噓 哎 醒了 哇 就会有安杰发明的灭冲毒哦 真现在这个交叉啊 嗯 我给你散开啊 哦 得起码有一半 都是这么样下来的 哎 万兄 我有一事不明啊 说啊 噓 为何你会找到我们两个 不光我走 还有 我 我两个伙计都找你啊 因为他们说你是个 不一般的人 他们说要是抓了你这个不一般的人 就直接把你给弄死 因为他们说要是弄死你这个不一般人的话 那他们就更被判了 这样也行啊 找我说哈 互相之间 别话别话 他有个水用不就行了 哎 就是嘛 所以我才一听说就你从寺庙出了以后 我就跟一帮人撒吞就出去抓你去了 到底有哪些人想杀我们啊 哎呀 门儿 真有意思啊 讲死我们比罢我们的 谁说得弄死你了 谁说得杀你了 呃 人家说 那个小傻的 想弄死的是你你不知道吧 你 这是小的的 你敢 那些 都是什么人呢 他们现在都在哪啊 那些人 那些人都跟我一样 一听说都出来就对 把他变成电源的去抓他 不过 因为他们走得太慢了 你就跑那一千都去了 啊 放兄 嗯 我们还有急事 我们先走了 不打扰了 哎 哎 等会儿 少男啊 长安 走 先去休息一晚啊 明天也走到先去上路 你说走不走 走 好 开刘 you do not know you do not know 我走的时候偷偷从万江拿的 就什么万毒散解毒散什么的 你这样也行啊 怎么不行啊 那个万勇看上去又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这个东西倒是挺有用的 以后啊你要是参加什么武林大赛 万一受伤了这个吃了多好啊 也对啊 喜乐你是怎么拿的呀 随便拿那就拿出来了 没有被人发现吗 你都没有发现谁会发现啊 这样不太好吧 不太好 你把我当贼啊 我没有那个意思 是师父曾经跟我说过不能偷窃 不是偷是偷偷 偷和偷偷是不一样的 明白了吗 偷跟偷偷是不一样的 对 偷跟偷偷是不一样的 别拍一拍 别拍一拍 你都无论 你都一直来拿 好 我回来 这 回来 你这狂徒 我法号还叫世然呢 才慢慢悠悠骑这么一头破驴 小扁 对 小扁 你可好 骑这么一头大马 还在这闹市中乱闯 放屁 你叫世然 我他们还叫世空呢 李乐 告诉他 我是不是叫世然 叫长安 走了 我真的叫世然 算了算了 长安 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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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乐 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他 我就是世然呢 你 忘了 什么 万勇说江湖上的人都要杀你呢 这不安全 怎么就不安全了 我告诉你 我师父在我下山的时候 教了我一群招 你都往头 一个姑娘一头驴 救了他们撒人 快 抓他们 快 快 快 怕我一群的换驴 走啊 喜乐 你抓我了 他们跑得太快 你还要把瘦的驴子 咋废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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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乐 我和喜乐从小就没有分开过 我忽然想到 倘若喜乐死了 我该怎么办 死 就是一种长久的分开 会长久沉浸在悲伤情绪中 像草一样不能自拔 想到这儿 我已经不能再想下去了 喜乐 喜乐 猪仔 挂着的那个 我们要一起有一个目标 你都没有送过我礼物 喜乐 你在哪儿呢 喜乐 喜乐 你在哪儿呢 喜乐 好了好了好了 我还健在呢 而且又找到你了 我们可以一起去长安了 我看看 怎么弄的 你从马上掉下来了 我自己跳下来的 你怎么能从马上跳下来呢 他不听话呀 我叫他停 他不停 我抓过去找你 我叫你的名字 没有人答应我 小林 你快停下 你快停下 你不停我就跳了 我还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就跳下来了 爸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这儿很疼吗 这儿呢 屁股疼了吗 不疼 不疼 这样 你把你上次 偷偷拿出来 叫什么伞 给我 我往你伤口上敷一敷 应该管用 不行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这么财迷呀 那个是万一你中毒了 才喝的 那你这伤口呢 我这没事 又不是利器所伤 行吧 等我们到了长安 找个爹打药铺 买上好的草药 网上一敷 保障什么都看不出来 先起来吧 这天又打雷又闪电的 一会儿肯定要下雨 前面有个客栈 今天晚上咱们就不在外面过夜了 走 上马 这就是长安啊 好大啊 走吧 喜乐 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还疼吗 我觉得没什么事啊 不用去爹打药铺了 说说你要找的那个人吧 什么人啊 就是那个知道一切事情的人啊 对对对对 我可以忘了 你怎么会忘了呢 难道你不觉得师父给你很大的任务 去长安干什么 去找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 你就没有感觉到事情的紧迫 喜乐怎么办 随你去 你怎么那么没心没肺的 什么都不记得了 妈妈你家小饼文的什么都不记得 喜乐 这个布料好不好看 颜色和你衣服一样 我们买一块回去给你做新衣服好不好 我们不用不用 小子 干什么呢 你看我东西 小子的手真快 那大山的手更快 师父 我这边永远不是菜山 不小心偷到自己人头上了 自己人 什么意思 我的我们组织里 手脚是最快的 你的手脚比我还快 你一定是我师父 我是好人 我也是好人 偷东西不是好人 我又不当官 自食其力 怎么不是好人 也对啊 以后记住啊 这偷窃始终是不对的 明白吗 两位一看就是出来乍到 这样吧 你们有什么尽管问我 我能安排的全给你们安排了 真的 真的 成 等我来 来喽 来 你跟我说说 你们这长安城之内 有没有什么 什么都知道 但却谁都没有见到过的人 没有 那有没有什么传奇的人物啊 哦 对了 有一个老头 什么名字也没有 专门做兵器 做兵器的 他呀 有一个铺子 做出的兵器是天下有名 你们听说过江湖上那个大侠巫领吗 听说是胡那把零件 就那老头打的 他那铺子传奇啊 白天从来没有人 是听见晚上有咚咚咚敲大声 也没有见过人 大家都说 这不是人 带我去 有人吗 就这么大点地儿 有人早出来了 这把剑真的好漂亮啊 既然没人的话 我就偷偷地 你们来人了 我们什么都没拿 进来吧 您真的是什么都知道啊 连我们来都知道 你们为什么来找我啊 也没什么 就是酒养您 而且还听说您有很多的传说 所以就过来看看 还真上不着你 还好没给你买新衣服 没事 再来 不来了 不来了 你就是那家伙 我是哪个家伙 那是个传说 没几百年啊 五个人 这个人啊 能看清快速移动的物体 甚至他能看到人的内心啊 谁要杀了他 谁就能得到天下呀 没这么夸张吧 胡的 前两天来了人 在我这儿 买五百八病气 估计啊 要报仇 你师父啊 那才是县制 他把你治到长岸来了 师父 那为什么又让我离开呢 未免小牧师遭受灭顶之灾 难怪啊 你呀 应当回去看看 我们赶紧回小牧师 等等 这剑 这剑有灵性 还恨你蹲 剑鞋一次就快一点 还有 看见的拿不过的 就跑 技术 技术 差太多了 精神是管不了用的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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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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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弟子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呀 为了强大小牧寺 那为什么又让我离开呢 未免小牧寺遭受灭定之灾 师父 死里面是遭受了什么样的灾祸 您怎么生不见人死不见实 师父 师父 认识什么 时空 皆无法改变 而时空却可以改变 这上一句和下一句有什么差别吗 嗯 仔细看 师父 前一句 前一句比后一句多了一个逗号 哈哈哈哈 你离答案很近了 好好想啊 一会儿 一会儿为师来考你 时空 皆无法改变 而时空却可以改变 太好了那时空却可以改变 没有 月子 小牧 最后把它改变 到 周牧 之后 可 将来 其实是两个逗号 四里的日子日复一日都是这样 可我却想过院外的日子 天气转冷了 万一世界闹了饥荒 室外每天都有上千的人坐着 四里就是三天口羊了 这门到底是开呢还是不开呢 开同归于尽 不开人心丧尽 这外面的人肯定是迫不得已 才一同窗门的呀 这怎么办呢 死了 完了完了 这下疼呢 快 快 开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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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孩儿看了我一眼 她很漂亮 我仿佛看到了她长大的模样 我家有一个小女孩做伴 而我幸福了 肯定有一个人痛苦 那个人就是被砸的师父 小姑娘 你从哪里来呀 从长安来 你的爸爸妈妈呢 都饿死了 祝贝陀佛佛 师父 这个小姑娘怎么处理 放回寺外吧 太不仁大了 太不仁大了 把她留在寺里吧 那我们洗澡怎么办啊 中原九三十四 规模之首就是本寺 寺院这么大 姑娘这么小 非要洗澡人家眼前去吗 可是 毕竟这么多时间 寺里从来没来过姑娘 这叫弟子们 一下子难以 小妹妹 你多大了 六岁 你知道不知道 你是怎么出生的 妈妈生的 你看 她还什么都不懂 你们 有什么好不方便 你看这周围 这么多人 他们 和你有什么区别呀 他们有那个东西 我没有 哪个东西呀 猪仔挂着的那个 小姑娘 你都这么大了 还没个名字 我们总不能叫你 那谁吧 我看 就叫她喜乐吧 喜乐 喜乐 喜乐是个愿望 在这肖色的季节里 在这混乱的时代里 在这苦难的寺庙里 在这悲伤的气氛里 这小女孩 背负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正式定名为 喜乐 那师兄说 后山有个三重洞 我好像听说过 一般人进不去 只要不一般的谁人才能进去 真的 去不去啊 去 师兄说 在寺里待十年 还不如洞里搞一搞 就在上面 哇 终于找到三重洞了 那一天 终于让我们见到了山洞 师兄非常兴奋 扑向洞口 因为在传说里 是人物 少激动 我必须显得很冷静 但是 我终于忍不住了 因为那个洞的位置和大小 真是太正点了 太传说了 你终于醒了 是什么 把我们给迷倒的呢 你们觉得 在寺里很无聊 留一个秘密 等到来年此时 我自会告诉你们 江湖中 群龙无手的时候 看似很乱 但是群龙有手的时候 其实更乱 这一年春天 一场江湖中 对决武林盟主的比武 就要在长安城中 最高的建筑屋 天上人间的屋顶上 开始了 表人 慧敬 请 请 大师兄 谁会赢呀 小木寺的人 是不是看苦当派不爽啊 嗯 那苦当派 是不是想让小木寺的人 死光光啊 嗯 那这比武啊 谁都赢不了 王吉川 两招了 两招了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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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么快就分出生风了你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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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师傅探揍 师傅 我是猛只 师傅 我是猛只 猛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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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看 库长派的弟子们 冲上来 快冲上来 冲上来呀 我是无理猛只 亲二盟主 展示协士青光下台 人工下台 求求你们帮好我 我是无理猛只 快给我拿梯子来是 你们不能走啊 你们不能走 我给你们磕头啊 我给你们磕头啊 求求你们能不能走啊 你们不能走啊 我没办法 就这样僵持了十四天 刘云终于饿死了 从此武林没有了盟主 江湖就开始了乱世 师父 您找我 来来来 为师有话要说 你长大了 该下山了 去哪啊 去长安吧 去长安干什么 去找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 可是许多事情弟子还不明白呢 所以你该去明白了 那喜乐怎么办 随你去 那师兄呢 随他去 那我师哥叫什么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还不知道我是谁呢 不能说 师父 您为什么不能传上我正规的武功呢 你已经不需要武功 为什么 我一时 关键在于速度和力量 你竟有了一流的速度和力量 暗器再快 在我眼里 实战海外到我面前 感觉也要一个哈欠的功夫 我可以早早去接 那也不行啊 师父 就算是这样 我打的拳也是比较难看的呀 永远是被打败的人 比较难看 哎呀师父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我遇到了高手 我怎么办啊 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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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别人也打不着你 对对对 逃 逃逃逃 师父 你这个主意可是真好啊 师父 为什么弟子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呀 为了强大小牧寺 那为什么又让我离开呢 为免小牧寺遭受灭丁之灾 请不吝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死了 全死了 而且 是一个活口 都不剩 还是以前那场比武 招来的灭门之后 我觉得一定有那间 趁烫半夜睡着了 一个一个杀的 一个一个杀那得杀到什么时候去 天亮之前也杀不完 就是 你觉得咋弄你吗 肯定是一手一劫两个杀的 两个两个杀 因为比天亮前能傻完啊 胡说 两个两个杀怎么能弄不醒人 又没下毒 万一是中毒都迷倒了呢 不见得 这小巫师啊 他有这个研究毒物和解毒 那么个地方 对 他就算是饭里投了毒了 他未必每个人都吃得到啊 这个我真明白了 他指定是 常年吃素造成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你点儿多也要了命啊 我们村王寒三老头 天天把野菜吃 人越吃越壮 身体啊越来越好 跑得比兔子都快啊 吹牛 吹牛 跑得比兔子都快 直接抓兔子吃不得了 哎呦 大家不知道 这老头啊 腰不好 弯不下腰抓兔子呀 天生吃素的命 还真别说 今年这个兔子呀 是真多 就跟闹了黄灾似的 满街的蹦啊 这家伙你给他抓到城里卖吗 还没人要是吧 谁说没人要啊 南边野味馆 专门收野货 怎么着 这一个兔子 也得比一个瓜卖的钱多吧 哎哎哎哎 这你就不懂了啊 其贺可拒 瓜少了 这家就上天了 哎哎呀有道理 只剩和野兔子一个家钱吧 放屁气吧 活的只能比死的贵 扯 野兔子不值钱 野兔子也难抓的 老子就说这寡贵 谁把野兔子买贵了 也用几点就看了谁 兄弟们 野味兔子贵的 给我吵架我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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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快去找那个前辈 我觉得江湖一定会出大事 寡还是兔子 兔子鬼还是寡鬼 寡 老子揪手是兔子鬼 大哥你分错帮 你原先说的是寡鬼 老子就是个兔子鬼 你才是兔子鬼 是兔子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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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别很帅 是兔子 blockchain 是兔子 是兔子 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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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有票吗 还有票 当然了 这是正规组织的 不像上次一样 小大小闹 必须有票 没票 一边听 谁掉了银子 站住 还有人杀了笔是吗 咱们现在江湖的统领 武林的帮主 就是这位 叫东阳大力士 好 怎么回事啊 刚才江湖空前团结 同时在空中发出几百质安器 打在他的身上 有一不知名原因 咱们现在的新盟主 处死 我决定 比武 重庆开始 你旁边是谁 你旁边是谁 多日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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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多不不不 喜乐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以为师父 我死了 我死了 看到师父 我震撼得说不出话了 我一直坚信师父是不可能死的 主要是因为死要见尸啊 下一场 谁来啊 你们谁来就杀 看 刘毅该出场了 欢迎这位英雄 好 请问 各位武林人士 哪位敢跟我比试两招吗 请问你们 哪位敢跟我比试两招 过来 最难行比划比划 看 蠢盅 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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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晟 打扰 好好好 万勇的剑上有东西 真被逼 真被逼 天下还有没有别的啊 还有没有赶上来的啊 我可以上去 不要 会变成重视之地的 怕什么呀 我又不想当盟主 我只是上去 把万勇拉下来 再说 有没有赶上来的呢 小哥 很久不见啊 你还学得挺像 他说很久不见 我可知道 你的组织节从车 无声出流了吧 迫不得已嘛 小四妹呢 他挺好的啊 我就知道你对他有意思是不是 我这边以为你看腻子了呢 万勇 上次我已经和你领教过了 这次我甘愿再次领教 说吧 比什么 剑 万勇啊万勇 你明明知道我不如你剑 你还要和我比剑 你废话真多啊 比剑就比剑 出招吧 等会儿 你离我远一点 我怕你的剑气伤着我 你太过分了吗 你很难以为你剑气伤着我 我可以说你剑气伤着我 你不敢的 剑是不出鞘的 哪像你 总把剑放在外面 你连剑都不拔出来 这个比赛 不公平 就算我赢了你 不光我脸上没光 这地下人房兄弟 哪一个能服啊 部主长 我 也剑不出鞘 一个意识在我脑中闪过 果然 我看见一只极快的毒针 从撬珠射出 快到只能看见他出来 之后就如若无目 没想到 这小的真够歹毒的 来啊 这剑太邪惑了 盟主该是这把剑 好 好 好 这剑也太厉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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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主 盟主行 愣着干什么 进去呀 盟主请入座 盟主请入座 大家也都坐吧 说什么 你是新冠主 盟主是做什么呢 这盟主历来就有 可是尽头江湖人人心不一 所以未能继续 容我传口气 所有武林帮派在外的一切活动 必须经过盟主同意 盟主还要和朝廷搞好关系 为咱们武林争取更大的荣誉 大家高呼盟主 盟主 但眼睛分明都盯着这把剑 这不是盟主的盟主 盟主年少有为 盟主的马也真是年少有为 我问你们 有没有见到过一个姑娘 这还有姑娘 盟主果然是性情容易 刚当上盟主就开始找姑娘了 盟主 有人搜信 在哪儿 盟主堂 走 盟主 师父 有人给你一封信 盟主 师父 我要去找喜乐 长安 路上尖闲 要多保重 实在没想到 我当盟主需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 居然就是女人被绑架了 真是一个无法传送的开头啊 封门 封门 感动少年 也不只神仙 是个拨命红颜 都看不准 有点经历过风 才敢于平淡 色是色 雨晨都不染 空是空 世界多专满 梦是梦 心事太斑斓 发现不到 一切都是人 穿着架杀 就顺其自然 有个声音 在远方呼唤 长安 长安 有多少拳拳 多少关系 回来跟你打转 看不出是非因果的循环 请多少背影 多少换 穿不到一个心安 人生有多难 是终点 是终结 才看见天地走快 就想慢慢学生 被发断 想想到自由的家园 长安 在何方 不ジета 地窗 更 discord 喜乐呢 喜乐呢 万勇 你太不君子了吧 原来你是这么隐蔽了呀 可是我觉得吧 正因为我是个君子 我才怎么干的 说吧 你想怎么样 不想怎么样 就想叫你答应我个要求 说吧 什么要求 这个梦主的这个位置 你实在是没有什么 做的必要了吧 可以 你不觉得你答应你有点太快了吧 本来我就不是为了当盟主才去比武的 这个事给你也是有好处的 那师父不是叫小木寺 那个地位吗 这个事永一般 小木寺 被灭成毒所害 灭成毒 只有在你的山庄里面才有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事 说有的人 每一个都知道灭成毒救我有 然后我只要拿走我的灭成毒 去毒害那小木寺啊 我是疯了呢 还是你没长脑子 好 放了喜乐 我答应你 那 某只信我 那你这剑 带上你的门 结果不是属于梦主的意思吧 但是 记住 小死 万勇为什么要抓我 他要什么东西跟你交换 他让我消失 然后他做武林盟主 那样也好 这样你也没有别的要做的了 但是啊 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 有些蹊跷 这件事情有些蹊跷 茶瓶洗灰水中 看完对折 不管了先把银子收起来 那最后这句看完对折什么意思啊 他就是说 看完这封信以后把它对折起来 好好保存 走 去哪儿 南方 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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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将是我回忆里最恐怖的地方 我决定一辈子都不会再去那里 有伤的一辈子都不会去看望 因为我相信 喜乐早已不在那里了 而我们会迟早再在一起 给小饼提帽 只是需要完成一些事情 而这些事情 竟然不是江湖恩怨 只是把一个小孩带大 什么人 武林 什么人 九阳 江湖大得很 你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还有 夫人的墓 都已经很脏了 要去清理 事情 总是躲不过去的 好好照顾孩子 告辞 看来超廷要挺地讲乎了 对 有可能是挽用家姐超廷之命干的 诗歌告示说 朕与天下党兴 必须天下以心 任何私党 除去正统小孟派 留终极以上弟子 其余一并清理 所有帮派 取消帮名 归于公选之盟主万勇 江湖为盟 并入争军 终于回来了 师父呢 师父 冤极了 他说 你一定会回来的 我看到了黄帮 师父不是和朝廷有勾结吗 他怎么会 都是万勇干的 万勇 为了讨好太子 表面上看起来让小公司强大 产出其他帮盘 其实他是害怕小公司弄大 那暗杀小公司的幕后黑爪 到底是谁 也是万勇干的 万勇的叔叔 是皇妃身边的一个太监 当年 皇后不能生予 皇妃生了太子 怕被加害 便让万勇的叔叔 秘密送到小公司里 在这里长大的 当年 天生人间比武 逼死了苦当派刘云 苦当派 一直在暗中勾结各派市民 想要报仇 万勇 为了笼络各大门派 又不得罪探子 便设计 把我和师父调离了小公司 对小公司 打开杀戒 小公司 我不能 我 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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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师父缘祭前 留给你的 师父 产虫万勇 恶势力 重建向牧寺 愿世间喜乐 愿终生长安 师父 愿世间喜乐 愿终生长安 你要去哪里 替天行吧 你回来不会是游小当梦卓吧 这个屋里也是岸路万象的天下 我回来 就是要除掉你 拿回半英属于我的盟主之位 我回来 你回来 你回来 我回来 我回来 走 你回来 看我 你回来 有 我回来 我回来 你回来 是 照 Jun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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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는 是 是 是 is 是 呢 Oh jos 你的眼睛 pseudo 老的 啊 要 云 人 ны 全 未 未 未 是 未 两小飞一飞一君子 我赌不着风 我好悔就是跟你下了点蛮丧多远 我们把那指甲给多剩 我给信赖途逼你而死 万有 毒别人的 终将会毒到自己 我摩西勒 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 也 也愿意乱 只要人心不乱 武林 就不会乱 万万没有想到 喜乐的不治之症 是万用下的慢性毒药 而我 明远为喜乐去死 真是痛点死痛 悲绝痛 一个万勇产除了 也许 也许 也许又会有更多的恶势力诞生 这就是江湖世界 江湖世界 千辈 请 最近可好啊 你夫人都死了七年多了 我又给你物色了一个 那个姑娘啊 你就放心吧 长得非常漂亮 还贤惠 没有人糟蹋过她 哎 姑娘 快点进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米豆 米豆 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不晓得 家里的那愿望吧 米豆 和喜乐一样 是一个愿望 喜乐 我还有一个梦想想要完成 你的梦想 你的梦想不是到一个美丽的地方 去够安逸的日子吗 你原来还是要来这个三重洞啊 今天我一定要知道这三重洞的秘密 你可能让这两 dimensions 你偶然被它打了 你 你小心被你倒了 你机会 gesch Art 你放心吧 你 supreme wet 误 rester 孽 Leo 你小心被你倒了 你小心被你倒了 我怎么又迷了呀 洗了呢 她已经醒了 没事了 你的好奇心太强 好奇心害死人了 师父 我从小就想知道 这三重洞的秘密 你就告诉我吧 我不告诉你 行 师父 你不告诉我 我就还要去一探究竟 好吧 同意了 我来破灭你一个梦想 跟我来 这是什么 是大茅房啊 师父 有多少吨位 不下五十位 本次存在了多少年 不下三百年了 师父 这茅房下面 就通往了三重洞 五十个吨位 三百年的屎尿 积蓄其中 必然会有 让人窒息的气体产生 怪不得桃花 开得如此茂盛啊 你后悔 知道这件事了吧 不后悔 不后悔 师父 弟子不后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是英雄 是个懵懂少年 你不是神仙 是个拨命红颜 都看不穿 要等经历过风雨 才干与平淡 色不失散 遗产都不染 空不失控 世界多圆满 梦不失梦 这身世太斑淡 方式阻导 一切都释然 传世家乡 就顺其自然 有个神秘 在远方呼唤 长安 长安 多多少圈 多少万 又回到原地打转 跑过去是非因果的循环 见多少背领 多少换出不到一个心安 人生有多难 心中无念 手中无间 才赶紧天地独宽 就像路漫漫 越走越遥远 想着那自由的家园 尝旁 尝尝在何方 Zither Harp 色不识色 一尘都不染 空不是空 世界多圆满 梦不是梦 是现实太斑斓 方式足道 一切都湿染 穿上家乡 就顺其自然 有个声音 在远方呼唤 长谈 长谈 多多少圈圈 又回到院边打转 跑过去是非因果的循环 见多少背影多少换 成不了一个心安 人生有多难 心中无念 心中无间 才看见天明多快 就下路慢慢 越走越遥远 像是那自由的家园 长谈 在何方 都多少圈圈 多少万 又回到院边打转 跑过去是非因果的循环 尽管 见多少背影多少换 出不了一个心安 人生有多难 心中无念 数中无间 才看见天明多快 就下路慢慢 越走越遥远 像是那自由的家园 仲仲 上浪 在 编写 发 Zither Harp